Hi 各位好久不见 感觉我已经很久没有正经的对着摄像机讲话录视频了 今天这个视频呢是跟PLAM平台合作的一个开箱视频 关于PLAM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吧 PLAM平台呢是目前国内最大的一个中高端时尚闲智交易平台 然后据我所知呢它是跟这个日本的Vintage中古交易平台是相直连的 然后它上面除了一些大家熟知的奢侈品牌之外呢 还是有很多种小众的设计师品牌的 然后就选择面比较大 而且呢它是跟这个日本资深的奢侈品建议中心有保持一个密切的合作的 所以呢我觉得它在对这个正品保障这方面呢是做得比较好的 然后它的使用呢也都是非常方便的 只要你关注他们的微信公众号 然后进入它这个PLAM商城 然后如果你后续还要使用它的话呢 就直接在这个微信下拉的这个小程序菜单单里面呢就可以使用了 然后呢这次呢我就在PLAM平台上面呢选择一些商品 给大家做一个开箱的视频 然后可以上身试穿一下的一个包裹 还没有拆 我先来拆一下有点兴奋 然后我觉得其实PLAM对于像想要尝试适用食品 但是对价位上面稍微有一点限制的女孩都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 因为它上面的话会有一些非常多的奢侈品 或者说轻奢的包包啊衣服啊 然后价格的话呢都是非常实惠的 平台上呢都会标注这个产品的新旧程度啊 以及它的原价它会有一个品牌的介绍 你会对这个商品以及它这个品牌有一个非常全面的了解 包的好严实 OK 我来看一下第一个是什么东西 小最小猫咪 然后这个的话 这个是我选择的那个套装 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四袖的套装 它这个牌子我其实之前没有了解过 它这个很新这个牌子 我的支架好丑 它有一种断面的嘛 就特别舒服 然后它在这个口袋的位置呢是有一个刺绣的 然后以及它这个领子上面的刺绣 就很可爱 裤子的话是一个双顶带的一个设计 然后前面有个冲绳 就还挺方便的 我觉得当做居家的一个套装就特别舒服 OK 而且它是全新的嘛 就觉得特别划算 我待会儿试给大家看一下 我还挺喜欢的这个 好可爱呀 好这个牌子呢我这次挑了好多呀 是这个牌子的 它在这个腰线的位置呢是有做一个这种 白褶的设计的 还有一个这个纱裙 然后自己的话它是真丝裁织的 这个阔性也是这个上半身这里也是比较挺的那种 就看起来很有精神 然后我再换一下刚刚那个套装饰一下 这一套是这样子的 我觉得就真的特别适合当家居服 很透气 特别舒服 这个料子 而且它这个小羽毛 超可爱的 然后这个领口图片也有 诶 在这边怎么样 下面一个是这个 Celine的一个丝巾 哇它超好看的 我觉得当时看到的时候 我当时看它这个 我就觉得哇塞超好看 然后有那种马的 然后有那种骑士的这种风格 这样 很好看 超大一个 像是有点奇怪 像红领巾 我不太会用它 还挺好看的 这一件 这件跟刚刚那个蓝色的裙子 是一个牌子的 这个一个小西装外套的感觉 它这个画上面是有那种 蹄花的一个 一个设置 都特别紧致 而且它料子是那种 透气的 很透气的那种 待会试给它看一下 然后呢 下面是一个 这件应该很好看 这件应该很好看 等一下赶紧试一下 这个是这个牌子的 一个吊带的一个纱裙 这个好可爱哦 配色也特别好看 它印花还挺特别的 试一下 这个 哇 我真的挑好多衣服哦 我都把衣服都给拆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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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那个 它的品牌我真的 一打开 一逛就停不下来 然后还是一件这种 缺帮的一个衬衫 它这个是一个 上面印花是那种 帆船的 就觉得夏天 如果怕晒嘛 这种很轻薄的衬衫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 一个衣服 然后我还挑了一件 TOMBRAWN的 一个外套 这个我觉得应该算是男装 但是我觉得它很好看 就很oversize的感觉 我就忍不住 然后上面有一个 MADE IN JAPAN 它这件衣服都挺厚实的 这件衣服都挺厚实的 好好看啊这件 哦 我忍不住 穿一下了 好好看 那一件衣服 好 我要一边再试一下 哦 开心开心 这件是这样子的 哎 好壮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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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搭刚刚这个企划的外套给大家看一下 好看耶 我还蛮喜欢这种 就吊带外面搭这种 小西装的感觉 我刚才前面有这样子的两个挑戴的衣服 居然挺好看的 哦 嗯 就如果你跟我一样是这种 胳膊比较粗的 然后 不太敢单圈吊带裙的话呢 就可以戴这种宝宝的 外套 不错 但是如果配这个裙子的话 可以给它这样的 扎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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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另外一种风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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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敞开也挺好看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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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凉快 这个衬衫真的 我真爆炸喜欢这一套 因为这个外套就特别难有风的感觉 然后就红色跟这件裙子就很有颜色的呼应 好看吗 嗯 特别帅气 然后又很休闲 好了我不能再臭美了 赶紧 继续拆 下面一个是什么呢 是这个墨镜 色牌子的 然后它里面拆开的话 有一个这种眼镜布 然后一个盒子 它包装都还挺好看 哇它这盒子好漂亮啊 特别好看 好舒服啊 这个皮质的 超好看这个 哇这好好看啊 Oh my god 我当时看的时候看到这个 哇一眼我就觉得天哪好特别啊 这一副 它也不算一个那种眼镜 就是一个照 比较造型用的一个 这个链子可以放到后边 好好看 它这个眼镜架这里有一个这种小手的 连着一个这个小链子的 就可以给它收起来的时候 也能当一个配饰吧 可以给它挂在胸前 因为我的脸型还是比较挑眼镜框的 平时的话呢就是我戴那种 嗯 各种形状的眼镜都特别奇怪 但这个我觉得还蛮不错耶 然后之前我在视频里面出现过的这副眼镜 也特别多的人问 然后这个的话呢也是我当时在重庆的一个那种商品集成店里面买到的 就是那种设计师品牌集成店里面的话也是有很多这种Vintage的产品 然后一些设计师品牌嘛 但是我当时还是以一个比较实惠的价格买到它的 所以我觉得特别划算 而且它是仅此一副 嗯 就这种就是Vintage的这种魅力吧 其实国内现在实体店铺的话 像Vintage这一块不是特别普及吗 所以呢就是在可能在购买渠道上面的话 就会比较有限制 但是Plum平台呢 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让人能够放心的去购买的一个地方 它上面还有很多这种日本直游的选择 就非常方便 我们赶紧接下来一个是什么 本来是一个包包我记得 这个Furlade 这个上面带 这样子 我还以为它是可以斜跨的 原来是真的是手提 但它好可爱哦 这颜色好好看啊 但是它稍微有点扁了 得拿东西稍微给它填出一下会比较好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然后我们打开看一下 它里面是这样 这个有个鸡皮绒的一个面 然后里面有个两个小夹层 我其实比较少这种类型的包包 然后我当时看到就觉得这个颜色好特别哦 我觉得还挺搭的 好像不能这样的飞啦 在手提还挺可以 它挺好看的耶 就是我自己很少这种包 就是我自己很少这种包 勇敢的尝试了一下 我感觉我颜色选的都还蛮搭的 这个绿色的 我就还可以这样拉着 好啦 今天的这个开箱就这样子结束了 这个开箱下来的话 我感觉我个人的体验呢 是觉得特别的满足 真的特别满足 很多的这个衣服啊 然后这些单品 我都觉得还挺喜欢的 而且性价比都特别的高 然后他们当然有给我一个 博主的专属折扣码 就是你打开他们的这个 PLYM小城区或者公众号 进入这个PLYM商城 然后把你想要的商品 加入购物车之后呢 点击一下这个购物袋 然后一个这个去下单 这边呢有一个博主专享折扣 然后输入我的折扣码 叉叉 就可以领取这个 无门卡逆减50元优惠圈 就还挺划算的我觉得 而且他很多那种新人的折扣啊 然后还有一些满减活动 就算下来的话就特别划算 好啦以上呢就是我这个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这个视频的话呢 不要忘了点赞 收藏 评论 赞目 反正就是一条的服务 谢谢大家 那我们下个视频再见 拜拜